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又是我岑sir 在上一集安装片的上集出了之后 里面曾经提到 在这个Respeon的OS 有很多电视或是屏幕 都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条很粗的黑边 如何修正黑边 将画面撞爆你的屏幕 其实可以在这里做的 这一集我打算短短地 先放下修正的教学 然后我们再去安装片的下集 来到左上角 第四按键 Terminal 按滑鼠左键 按开Terminal的按钮 然后在Terminal里面 后面就打回Sudo Nano 这个Nano 就是在Linux里面 一个小程式 就是一个文字编辑器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想修改 它里面的Config的文字档 这些资料 前面的Sudo 就是给Nano 最高的管理员的权限 如果你不打这个Sudo 就算你用Nano 开了Config的文字档之后 你都不会有权限改 选择 要编辑哪个文字档呢 就是斜动 BOOT 斜动 这个文字档就收在BOOT 这个资料夹里面 Config.txt 里面一个叫做Config的文字档 Enter 好了 它就开了这个文字档给你看 里面 只要你去到DISABLE OVERSCAN 等于1 把前面的井号 是删除它 你可以来到D 再重复 这一句 它一拨起系统的时候 就会是DISABLE OVERSCAN 我们出去 按Ctrl-X 离开这个编辑 它问你处不处 按Y Y YES 是处 然后打Exit Enter 离开这个编辑 接着 reboot 这个Respian的OS 如无以外 reboot 回起之后 这条 这么肉酸的黑边 就会没有了 你认识我现在的画面 reboot 完之后你看一下 画面就应该赞爆电视了 shutdown 选第二个 reboot reboot 然后 你已经看到 那些东西是赞爆了的画面了 左手边 好 好 穿了之后 就再看不到黑边了 现在你看到这条右的黑边 这条 这条右的黑边 是我电视的黑边 不是熒幕的黑边 成功解决了 如果你在上一集 已经跟着装好系统的话 你试试用这个方法去修正它 Respian的OS 你就可以玩了 如果还没安装 就期待在下一集 安装片的下一集 见你 我们一起玩 先说到这里 是这样 拜拜